缺姐发现啊,很多这个中国的男性 他们在精神上是有某种练师癖的 他们特别迷现这什么历史上的什么 这个学者呀,这这这种毛病啊 这真的是根深蒂固啊,你一聊到什么话题 他说缺姐是什么田园女权啊,然后呢 说缺姐不懂历史,哎呦我擦,就你那历史 你修的那个他妈练师癖的考古 真用得着啊,这缺姐专业学吗 说句实话,文科的很多学科啊 是不需要人专门的去学的 只要你自己有自学能力,只要你识字 你都能自学,根本就不需要去什么上什么学 你让上什么学的说明你什么呢 你学其他专业都学不了 这这你一聊到什么话题啊 这哪会女权的定义,他他恨不得要 要翻他的固执堆啊 要从他的那个老祖宗的小脚里找什么这个依据 他让你啊,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让你别发表意见了啊 你先去研究一下这个历史再说话 真的别惹缺姐笑了 活在当下的人呢,不去考虑自己现在的所思所想 你天天的在啊,这个历史上的古人的尸体里啊 小脚里啊,辫子里 刨别人的坟啊,找灵感 你他妈你就是有精神练尸癖 你还有说呢 真的呀,这个女权要是怎么搞啊 说句实话,不用你们这些屌子来指手画脚 女权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都是女人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 用你他妈来定义女权啊 你有资格吗 就缺姐管你他妈几个历史学家啊 什么学者权威啊 放过什么那个罗权屁呢啊 你说他能代替缺姐去思考去生活吗 这女人如果都是不相信自己的脑子 自己的这个直觉 你还谈什么女权呢,是吧 所以说呢,缺姐啊 千万不要这个缺姐这个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听那些练尸癖的那些男权吊子们 教你们啊 教女权应该怎么样的定义女权 怎么样的借老人和死人的脑子 来指导当下的行动 那些裹小脚的留着猪辫子猪尾巴的 还有资格指导你现在的生活吗 你的人生你是活在当下的 他们那个古人 他们是活在他们那个时代的 他们那些话能指导你现在吗 就一群啊,半人半僵尸的东西啊 这脑子都躺出去半边来 天天跟人家外边冲什么 哎呦我是学者 我有素质啊 我有学历 他妈你你你读那狗壁专业啊 你他妈你连这个出去送外卖 你都不够份啊 就你他妈那个不到一米七的小个的小萝卜水 你倒是都过来吗你啊 哈哈哈哈你专来三关聊咋的吗 哈哈笑死了 我妈呢 我妈呢 感谢观看